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是强调这种机械化能力 所以说它会强调这种它的运动性能 重复定位精度 负载的一个强度 但我们主打的是一个仿人化 所以说走了一个不同的技术路线 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手臂就可以具备这种 像人类的这种条件反射 小脑式的这种力的这种表现 包括一些力贴合 一些力量的一些输出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 它就可以用到更多通用性的 或者像原本很难被 很难有一些完美自动化的一些场景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工业领域 像这种各种各样的表面处理 打磨 抛光 去毛刺 它有一个自适应跟自平衡的能力 假如我受到外界的干扰 它能够自动地恢复平衡 所以包括像我们刚才去 用脚踢它或者踹它 它能够自己地维持一个平衡 还有呢就是说 它在翻倒了以后 这个相对于别的机器人 也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地方 翻倒了以后 它可以自己爬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记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